在哈尔滨还没有爆火之前 一个外国小伙儿 在参观完731部队遗址之后 说了这样一段话 他说我希望所有喜欢中国的外国人 能来这里看看 来这里我才知道 日本在二战时期 曾经多么的残忍可恨 不可原谅 在西方人的世界里 我们只知道美国炸了日本 日本侵略中国的事情我们不知道 我虽然改变不了世界 但是我希望用我眼睛看到的 去告诉世界真相 去公正的尊重历史 尊重中国民族 当时哈尔滨还没有爆火 这位外国友人的话 并没有引起多少的关注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 几个月之后 小伙儿的愿望竟然成真 场场的队伍 没有任何一个工作人员 出来维持秩序 也没有炸了围栏 在这里靠的是 每一个爱国人士的自觉 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人 并且把这个故事 讲给你的孩子听 讲给你的外国朋友听 因为他们无法想象 那些鬼子到底有多么的泯灭人性 1931年 日本军部批准了一笔 20万日元的秘密资金 交给了一个叫石井四郎的人 就是这个人给无数中国人民 带来深重灾难 1932年 石井四郎带着20万日元和几名助手 秘密潜入中国 在各个省份进行考察 他在哈尔滨的偏远郊区设立了军营 紧接着一批又一批的中国人被秘密的运送到这里 再也没有消息 一开始人们都奇怪 这些人都去哪了 难不成真的人间蒸发了 到了1934年 村民们才终于遇到了一些逃出城门的人 这个时候人们才恍然大悟 原来那并非是军营 而是一座活人实验室 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同胞不再是人类 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名字 直接以编号秘密 他们统称马鲁泰 意思就是任人摆布的实验品 石井四郎将实验对象绑在实验台上进行解剖实验 这个魔鬼认为打过麻药之后的数据不准确 所以这些实验者都是在非常清醒的情况下被解剖的 让他们亲眼看着自己的内脏被一一取出 何其残忍 大家知道人只喝水 不能进食能活多少天吗 答案是60天 这个数字是他们难以调调中国男人的命 做饥饿试验 反复求证得来的答案 为了测试母亲对孩子的爱的极限 这群魔鬼将婴儿和母亲一起关在实验室里 最后他们将实验室温度升高 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观察母亲是否会为了活命 而将孩子当作垫脚石 最后母子俩就以这样的方式被争死在铁笼里 为了观察病毒反应 这群恶魔先后进行了活体解剖 鼠疫实验 人马血交换 人体倒挂 人畜杂交 冻伤实验 幼儿制作标本 只是听名字就已经让人毛骨悚然 据记载 731部队在1937年到1945年间 苍无人道的实验当中 共折磨致死3000多人 这还只是有记录的数据 为什么鬼子的马油 冻疮膏好用 为什么他们的生物科技遥遥领先 因为他们都有真实的数据 每一条数据背后都是一条条中国人的生命 有人问为什么我们只能参观后来重建的复刻遗址 不开放残破的元731遗址 答案是因为我们都会承受不住 墙上的抓痕 地上的血痕 泡在罐子里的婴儿 人体组织空气里弥漫的化学味道 每一幕都堪称惨绝人寰 有一个小女孩在参观完 计单要部队罪证陈列馆之后 哭着喊 妈妈你别走等等我 和她一样 很多孩子出来都被吓哭了 有人会说 让这么小的孩子去参观真的好吗 可是当年呢 那些被拉进去做人体实验的孩子 甚至还没有这个小女孩大 在陈列馆的旅客留言处 有人留下这样一段文字 历史不会被遗忘 罪行也不会因为粉饰而被掩盖 我们的国家不再会被欺辱 肆意领虐践踏 那些迟来的道歉 我们会让他们一字一字吐出 仗仪是太疼了 现在我们盛世安稳 转世来生 我们还做一家人 愿安息